看到了珠海航展老共梭哈陸海空 及音速武器发射全部凑齐 成为东亚的最大威胁 美日韩呢 当然不可能束手挨拳 怎么办 来看美军一个动作 逆踪朱瓦特 配置17马赫的无敌飞弹 短短几分钟之内 可以打击中俄伊朗 难道及音速战争 要全球引爆了吗 我们昨天有讲 俄罗斯在乌克兰 弄了抓到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跟英国的防坦克飞弹 都是建设型的 伊朗说我要我要送来 我要我要立项工程 结果前天俄罗斯的包机送到伊朗去 你绝对不知道 押机的居然是这个人 他是谁 他是俄国联邦国家安全顾问 你要知道国家安全顾问的秘书 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亲自押机去 而且伊朗总统亲自接见他 而且伊朗总统里面讲的四个字 让英美对国家都吓死了 他送了 以前上一次他来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同盟 是 这次不用同盟了 说我们是战略伙伴 战争的等级了 突然之间升高了 好 那外媒都说俄罗斯跟伊朗这次这么麻吉 以前没有这么麻吉 对 这么麻吉 有说是俄罗斯要帮伊朗做核弹 对 有说是伊朗要向俄国购买第四代战机 我认为都不是 还有一个更核心的理由 天大地大事情 各位要知道 这个会面是在前天 对 昨天伊朗公布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说我们的高超音速飞弹成功了 这件事情很多人看不懂吗 老师 过去都很少听说它在发展极音速飞弹 对 好 各位要知道 所谓高超音速飞弹 就是它有5马赫以上 5马赫以上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技术是很难的 伊朗是做不到的 好 伊朗这次昨天宣布 它有高超音速飞弹的时候 说了两句话 什么话 第一句话 全天下没有一个武器 拦着住我们这一款飞弹 好大的语气 第二个 我们这个飞弹 快到可以在地球大气层上下移动 代表它是可以完全变轨的 你完全打不到它 好了 现在真正问题往这边跟您讲 为什么伊朗跟俄罗斯这么麻烦 我心中的答案揭晓 第一个 记不记得 昨天我们宣布什么 伊朗有一个火箭 对 带了80公斤的卫星 对 放到500公里的卫星轨道上面去 我们本来怀疑这个是为核武在暖身 这个代表伊朗告诉全世界 我有能力了 做洲际巡域弹道导弹 全世界每个地方我都可以打到 好 它居然有洲际弹道巡域导弹 打这么远 然后它现在突然间引有高超音速飞弹 打这么快 打这么快的 它怎么一下子有打这么远的 打这么快的 再如果带上核弹头 英美国家全部都惊慌失措了 我问你它为什么进步这么快 怎么一下子都会了呢 俄罗斯帮忙的 不要忘记高超音速飞弹 全世界第一名的俄罗斯 第一个做出行李洲际导弹的 俄罗斯世界第二个 所以为什么这马迹 是因为他帮它做出来的 难怪这一次在俄乌战场 伊朗这么极尽一切的尽忠表态 把它的无人机 源源不绝的送给俄罗斯 懂了 好 各位 将来的战场 一个在太空 一个在无人机 一个就在高超音速飞弹 因为这个飞弹你拦截不住 全世界现在最厉害的是谁 两个国家 中国 中国跟俄罗斯 上一节我们讲了 中国现在高超音速导弹 海陆空全部齐备了 对不对 好 俄罗斯齐不齐备 俄罗斯全世界第一个 2019年 海陆空都有高超音速飞弹 这个匕首 告石 先锋 海陆空都有了 而且它是现在全世界 唯一一个 使用过高超音速飞弹的 被你这么想 美国不急吗 对 不要忘记 它匕首在乌克兰是打过的 对 全世界第一个 好 美国第三名 美国急不急 急死了 急死了 好 各位 我要跟大家讲 美国后发先制 明年 它的高超音速飞弹 明年就开始量产了 量产之后 它计划已经全部出来了 它第一批 在2027年 要放到朱瓦特号舰上 朱瓦特 对 好 各位要知道 它一开始 2027年在朱瓦特上 放12枚 是 它的12枚 居然有17马赫 5马赫已经是极音速了 它是17马赫 17马赫就是极音速 第一个 根本拦截不到太快 第二个 它可以打8050公里 8050公里 全世界在它范围里面 好 为什么要放朱瓦特 这就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要配给朱瓦特 因为朱瓦特是立宗的 美国不会把这个 超高音速飞放在本土 因为它打的 本土打没有意思 它放在朱瓦特 朱瓦特立宗的 朱瓦特是全世界 最大的驱逐舰 15000吨 这么大驱逐舰 你在雷达上面看 像个小游艇一样 它立宗的 雷达找不到它 如果你在上面放12枚 那不得了 惊天动地 所以我兵临成下 你都不知道 好 我再考你一下 美国有多少艘朱瓦特 几艘 三艘 就是说三艘朱瓦特 可以带36枚 是 好 为什么只做三艘 因为它那个朱瓦特太贵了 2500亿新台币造一艘 是 航空 小型航空物件 也不过就这个数字 对 好了 更重要来了 如果只有三艘朱瓦特 没有什么威力 我要跟你讲最严重的 2029年 它要把它放在 维吉尼亚号潜舰上面 它要放除了建设的超高音速飞弹之外 它要潜射的超高音速飞弹 这就厉害了 它维吉尼亚号潜艇 在下面 谁也不知道在哪里 干什么意义 它如果再打超高音速飞弹 你根本就措手不及 天下无敌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俄罗斯 中国大陆 美国 伊朗 后面一大堆排队的在追 那追的里面 当然印度是很可尊的 现在极起直追的 日本 日本在今年7月 日本的JAXA发射了一个小型火箭 这个JAXA是什么单位 就是美国的NASA 它专门做火箭发射的 好 日本的这个发射了一个 这个新式的小型火箭 注意看 达到了5.5马赫 5.5马赫 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这5.5马赫 可以发射高超音速飞弹 那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我刚刚讲了 伊朗是谁帮助的 俄罗斯 日本 美国 对 好 那为什么日本要发展这个 因为它现在很担心三个国家 第一个它很担心俄罗斯 对 俄罗斯 从北方来 从北方来 是 第二个 北韩有没有 北韩又超高音速飞弹 对 第三个 中国大陆 对 所以 它除了发展超高音速飞弹之外 它现在 决定建立 全世界的防御 这个高超音速飞弹 可以防御得住吗 你不是已经快到担不住了 对 好 现在日本第一层 是在神盾舰上面 飙山 对 飙山是唯一有机会 把极音速飞弹 给担截的 对 飙山是现在防空飞弹最好的 是 第二层退到路上 爱山 是 日本是有爱山的 第三层就短层的 我两个都没担住 五十公里之类 已经快打到了 已经快打到了 我就 零三四 当然说 马老师 零三四不行 只有五十公里 日本现在动用了 所有的 山林机械 山林重工 东支 全部来改 改善零三四 一定要让零三四 从五十公里 变成一百公里 要让零三四防空飞弹 自制的 是 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有机会 篮下 高超音速飞弹的国家 这个是速度跟速度的 尖锋对决 我觉得日本人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 他们的山林 重工是很厉害的 他的东支这些 这些也很厉害 他现在不要完全依靠美国 核心技术的美国给我之后 譬如说好了 我的盾 盾就是防御的 零三四 对 我现在要把它改成 全世界唯一有可能 把超高音速导弹 给拦截下来的 是 第二个 虽然他的NASA发射了小型火箭 这是美国人帮他的 对 但是他现在要改临他的十二四 他的十二四 是他攻击飞弹里面 他最得意的 他的毛 他的毛 他现在要把他的十二四 第一个 要变高超音速飞弹 那高超音速飞弹 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要 五倍音速以上 第二个 最重要是他射程 因为你这么快 他射得很短 有什么用呢 他现在要把它射程 延长到一千公里以上 是 他只能够延长到一千公里以上 而且有五倍音速以上 日本就变成一个真正的 极音速飞弹的国家了 哇 马老师 接下来 只剩下一个国家 韩国 首当火线第一排的韩国 大家在进行速度的尖锋对决 他等着挨揍嘛 对 韩国当然不能落人以后 连北韩都号称拥有 超高音速武器了 是 隔壁的中国也有 俄罗斯也有 所以韩国 他现在也要发展 高超音速飞弹 你看他已经把模型拿出来看 各位看到没有 他这个 这个黑口 这个高超音速飞弹 但是他现在只有模型 他到底有没有做出来 那么他目前为止 第一个速度6.2马赫 是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是目前为止 开发出来的 超音速飞弹 射程队最短的 射程队最短 对 他只能射180公里 是 人家动辄像美国是号称要 8,050公里的 他现在需要美国驻证 是 现在美国驻证 他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方式 我一定要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他跟别人都不一样 别人是脉冲发电机 就是 飞弹上面 有个脉冲发电机 咻就出去了 他是 注意看 他是两段火箭 两段火箭 但是他很快 他第一段火箭趴出去 12秒 12秒就到1.5马赫 12秒到1.5马赫 第一节火箭掉 第二节火箭 再点燃 啪 再冲碎 20秒之内 到6.2马赫 那还有什么理由要发展 极数飞弹呢 对 所以他是 非常罕见的 双引擎 火箭 发射极数飞弹 所以这为什么 我说是美国人帮他做的 美国人曾经有一个超高音速飞弹 叫X51A 后来美国人把他放弃了 X51A是什么 就是双截 双层五弹 那个火箭 去把他发射的 因此韩国现在 外形跟美国的一样 发射的方式 火箭双层跟美国都一样 因此他现在需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把它射成给延长 如果把射成一延长 哇 我告诉你 亚洲不得了了 我们周围 日本 韩国 北韩 印度 中国大陆 在上面俄罗斯 全都有超高音速飞弹 眼睛都看不见 目不辖击 目不辖击 全部飞来飞去 现在澳洲也决定在我们下面 加入航列 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超高音速飞弹 都在我们台湾的四周 飞来飞去 邀请您 一起加入五七爆新文会员 跟郡相一起 哇 真 感谢观看